我觉得好害怕 因为语言方面是我最担心的一点 我也害怕 因为我自己对自己唱歌来说 我比较想要做到是咬字 让大家能够比较听得清 但是又因为语言这个问题 如果是普通话的话 我会相当于是比较放松一点 但语言这个问题 又是李老师的代表错 所以我压力挺大的 这一句一定要过来 不能说 不能说这一句 因为我要后面的 因为我唱粤语 我有点特别发音 随便发音点出来 你听我唱粤语怪不怪老师 不会 我跟你说 我完全没关系 真的吗 柯琴老师可能是想要稍微的 舒缓一下我的情绪 就一直在鼓励我 但是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避免的 它就是存在 我当时一进去 看见柯琴老师在听我们现场彩排的时候 有一种被班主任叫进了办公室 然后他正在拿着我的卷子 下一句就是 这道题 我们说过了有什么错 你看 你考多少分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你对得起你父母吗 结果就是 好 你觉得哪一段有问题 我不如给你看一下我学粤语的小笔记 好 因为我觉得粤语跟普通话最大的问题 是在你们很多的短音 当学粤语音同学过来 对 英尼 对 英尼 那个《轧》 你没有那个《轧》音非常好 但我又 在里面 没en ok 英尼 这事什么 Pretty Do ne 结果就是柯琴老师还是很温柔的 就一直在夸我给我信心吧 无论如何也要以一个最好的状态 去到舞台上去演唱 其中我们三种语言可以唱的 一种是国语 普通话 一种是粤语 普通话 还有最后一种是每日鲜语 小魏觉得自己会是前二还是后二 那要取决于跟老师想不要跟我分开 一口气憋回去 什么会不是前二肯定会 这反应我可能也有点坚重 不能说肯定会 又说肯定会 肯定会 眼神要坚持一点 肯定会 肯定会 嗯 嗯 嘿 嗯 你上厕所吧 看看来不及了 就是紧张到喝太多水 然后上厕所 对不起 对不起 喝口水 回来了 回来了 好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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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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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